一个巨型的细胞从洞口钻出 笔直冲进男人的身体 他痛得死去活来 下一秒 男人的眼球变成白色 在他的身体里 恶魔细胞正在苏醒 衣服直接被称爆 他瞬间变成一个十分恐怖的恶魔 一只肌肉怪 不知死活的上前挑衅 他飞扑向前 对着男人狂揍 男人反应过来后 只是轻轻一拳 就结束了战斗 他名叫小帅 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 甚至还有点怂 整天被笑霸欺负 旁边的小辫子 对欺负小帅的三人说 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停手 原来小帅有一个好基友黄毛 每次他被欺负了 黄毛都会用双倍的力量 替小帅出气 小辫子之前也欺负过小帅 然后黄毛就在上课时 拿着一把大剪刀 冲进教室 硬生生地剪掉了 小辫子的两根手指 直到小帅阻止 黄毛才停了下来 听到这里 三人明显慌了 在上课的途中 黄毛果然发现 小帅脸上的伤疤 生气的直接将铅笔折断 欺负小帅的三人吓傻了 但是黄毛并没有出手 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 黄毛的父亲死了 在临死前 他发现了一种 藏在地心的生命体 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遭受到攻击 全部变成了怪物 黄毛立刻带领小帅 来到实验基地 原来他也遭受到了攻击 现在已经不是人类了 他想让小帅帮忙解决他 可小帅觉得莫名其名 一手将他推开 这时实验室里发出声响 一颗细胞钻了出来 笔直地冲进了小帅的身体内 下一秒 小帅的衣服全部炸开 他同样变成了一只恶魔 另一只怪物出现 尊称他为太阳神阿蒙 但是 等小帅回头后 怪物发现小帅的内心 仍旧是人类 他立马跃起身发动攻击 可敌不过小帅轻轻一拳 小帅的身体幻化成 半人半恶魔形态 这时 黄毛出现在半空中 宛如一个天神 黄毛轻和小帅 成为了他的同类 等到小帅回到学校时 之前欺负他的一伙人 再次找上门来 可这次 他们连小帅的猴毛都碰不到 小帅轻轻一跳 就有四十米高 随便出手 就将几人轻松撂倒 这一幕被赶来的小辫子 和阿花看在眼里 等到午夜时分 一只天使 伴随着月光降临 他就是传说中的月神 月神迈着步子 来到小帅的身旁 他伸出手掌 小帅像是受到某种牵引 跟他同步而行 只是一个瞬间 两人就来到实验室 在月神发现 小帅并不是他喜欢的太阳神后 准备将小帅体内的人性 给清除 他立马上前发起攻击 两人大打出手 直接转换形态 从屋内打到屋外 月神一脚 将小帅踢到高楼上 小帅立刻发起反击 但不熟悉恶魔身体的他 还不是月神的对手 被打落带回实验室 小帅倒在地上 无力反抗 就在月神准备动手时 一道肛门被打开 黄毛及时赶到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反正小帅是被黄毛救下了 身体也在恶魔细胞的帮助下 快速修复 而这时 恶魔的事情 已经隐瞒不住 大量的恶魔 闯入人类城市 普通市民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小帅觉得他有义务去拯救人类 而黄毛看到这一幕 没有太大的感觉 并又试图阻止小帅上前救人 等小帅赶到时 变化成半恶魔形态 拥有太阳神之力的他 两天就解决了这些小恶魔 可是 等他回家之后 黄毛又再次找上门来 原来 人类已经找到了 大量恶魔的聚集地 他们准备无差别击杀 许多恶魔都难逃一死 看到同伴被杀害 黄毛直接手持双枪 冲出来反击 黄毛现在已经完全 站到了恶魔这边 而小帅对自己身份的确定 越发感到模糊 在这之后 人类成立了 专门对抗恶魔的组织 只要他们觉得是恶魔 就随时可以进行击杀 这群人找到了小帅家里 他们用枪 逼迫阿花承认自己就是恶魔 在开枪的前一秒 小帅站起身 变化成完全形态 这群人的嚣张技艳 瞬间没了 但是 小帅并不想反抗 任凭他们带走了自己 在恶魔牧场上 他们对小帅实行了枪决 保护人类 反被人类所伤害 这多么讽刺 他挣扎起身 从嘴巴里 吐出许多子弹 他找了像样的衣服 开始往家里走 但是路上 现在已经失衡遍野 小帅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等他回到家里时 果然 父母已经惨遭杀害 而杀他们的 并不是别人 就是他一直保护的人类 不知何去何从的小帅 来到了教堂之内 他已经不知道 自己存在的意义 这时 黄毛悄然出现在小帅身后 他终于坦白了实情 原来 他继承的是撒旦之力 可以源源不断地召唤恶魔 而愤怒的小帅 将一切事情的源头 都归结于黄毛身上 见到劝说小帅无果 两人的战斗 一触激发 瞬间 他们都转变成完全形态 撒旦外放能量 将整个教堂轰然炸碎 两人打到地下世界 小帅被撒旦一掌 直接打得倒飞出去40米 但他立马起身还击 大战持续了很久 此时的世界 已经满目疮痍 小帅站在人形高塔上 大口地喘着粗气 而撒旦 站在悬浮台阶上 身后是追随他的 数万名恶魔 就算到此刻 小帅也绝不认输 他觉醒了太阳神之力 幻化出巨型神像 他飞扑向撒旦 身后的恶魔 全部化成鸡粉 撒旦凭借强硬的体魄 迎面向前 两人互换伤害 小帅终于支撑不住 变成了人形 天空已经出现裂痕 倒映在海面上 将海水染成血色 两人回想起了 小时候的天真无邪 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之后全选择了 截然不同的道路 猜忌怀疑 使得他们越行越远 就像黄毛说的 他召唤了许多恶魔 但还是无法消灭人类 反而是人类之间的 相互参与杀戮 才是导致他们 最终灭亡的真正原因 最恐怖的 其实并不是恶魔 而是人类善于思考的内心